这是一个不需要男人和子宫就能当妈的未来世界 只要把人类胚胎放到仪器培养 24小时后就能生出一个新的婴儿 今天说个我妈是机器人的故事 无奈母亲 未来世界人类因作死成功灭绝了 AI机器人成了新世界的领导者 为重建人类新文明 机器人大忌带着几千个人类胚胎住在了实验基地 他利用高级仪器培养出了一个人类孩子 小花 他将小花学习 说话 还给他灌输人间真善美的道理 他说人类因自相残杀早就玩完了 外面充满了许多病毒 已经没有新生命 现在你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人类 对于把自己养大的妈妈说的话 小花是深信不疑 直到他抓到了小老鼠 说好外面已经没新生命了呢 那他是从哪来的 大忌懒得解释 直接把老鼠扔到火炉火化 小花很伤心 觉得大忌没有一点人性 嗯嗯 这么解 大忌是个机器人 当然没有人性 有小老鼠这个先例 很快 一个瘦身的女人英子 也来到了基地 她中了枪 说是外面的机器人打的 大忌听到声音后 也赶了过来 要把她赶走 英子 查着大忌砰砰砰就是几枪 结局大家也能想到 朝机器人身上开枪 不就是在挠痒痒吗 幸好由小花求情 大忌才把英子留了下来 还带她去处理伤口 接连的两个刺激 让小花塑造的三观受到了冲击 她找到大忌 开始夺命三连问 说好人类灭绝了呢 那英子是个啥玩意儿 说好外面有病毒 那英子咋没事儿 还有 机器人明明是用来培育新人类的 为啥英子说 他是被机器人打伤的 大忌此时也是满满的委屈 我把你含鲜如骨痒那么大 你竟然相信别人不信我 人在逆境中的潜力是巨大的 万一英子潜力大爆发 就这么活了下来也说不定呢 而且世界上有几十亿人 还不准有一两个命硬吗 好像还挺有道理 另一边 英子的伤势越来越严重 需要立马动手术 但他是个有原则的人 坚决不让大忌动手 万一他还记恨刚刚那几个枪子 我这好不容易捡回的小命 不就又没了 但这伤还是得治 没办法 小花只能亲自上阵 还运用多年学来的知识 成功取出了子弹 这俩人也算是过命的交情了 再加上都是人类 慢慢也就成为了好友 大忌还是不喜欢英子 没少让小花离他远点 小花也不听 好不容易来了个有血有肉的同胞 还不准人家多说好话吗 英子也把外面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他说 是机器人大军把人类给杀光了 和自相残杀 以及有病毒根本没有关系 而且外面也有幸存者 大家都躲在一个矿井里 他是因为出了找吃的 被机器人打伤 所以才会逃到这里 现在他要带着小花一起去矿洞 那才是人类该呆的地方 说 你是不是记录人家在这里有吃有喝 还有妈妈保护 咋还想把人拉去 吃了上顿门下顿的矿洞呢 此时大忌来了 他把小花拉出去 说自己中的那几个枪子 和英子身上的子弹型号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 英子身上的伤和机器人根本无关 说不定是幸存的人类在互相伤害 这反转有点来得太快 小花表示自己的脑子不够用 为稳定小花的心 大忌带他去培育房 说可以为他培养一个新弟弟 有了新成员的加入 爱家庭的小花 自然也站在了大忌这边 他找到英子对质 结果英子一副看白痴的表情 机器人说啥你就信啥 你亲自比对两个枪子的型号了吗 小花又懵了 我怎么想到呢 他偷偷潜入大忌房里 结果又发现了俩秘密 一 两个枪子的型号根本不一样 大忌的说谎 二 它是第三个实验品 在他之前还有俩实验品 但第二个实验品 英不格格已经被火坏 他的白骨正躺在焚化炉里呢 第一个实验品还不知道在哪 赤裸裸的证据板在面前 小花不得不信 要不是自己这么多年来表现优秀 怕不是也躺在焚化炉里 和第二个实验品作伴了 为了保命 他同意英子的出逃计划 俩人逃出了实验室 万元的世界很荒凉 只有一大片玉米田 英子说 这是几个月前突然出现的 也不知道有啥用 俩人来到了集装箱 这是英子的住处 却发现这里没有其他人 好嘛 狂动是假的 幸存者也是假的 这些只是这个女人 为了逃出来编的谎话而已 小花感觉 自己的真心被践踏的稀碎 她要求就地散伙 还要回实验室救自己的弟弟 英子不乐意了 为了没啥血缘的人 跑回基地宿命 怕不是傻 看着英子丑恶的嘴脸 小花又想到 俩人还没逃出来时 这女人为了逃命 就挟持自己 要不是大忌心地善良 放了他俩出去 他还能在这说自己傻吗 小花直接丢下英子 跑了回去 此时 大忌正抱着弟弟 等着他 事已至此 他也说出了真相 原来当年 早有人预言 人类迟早会被自己作死 于是就创造了他 希望他能在人类灭绝后 为人类选个新主人 而小花就是他选出来的新主人 因他心地善良 能为新人类社会带去美好 外面的玉米田 就是为新人类准备的食物 说完之后 大忌就自杀了 镜头一转 一个机器人潜入英子家 毫不犹豫地杀死了他 相信大家也知道英子是谁了吧 没错 他就是第一个实验品 因他天性邪恶 所以大忌把他赶了出去 这也是为什么所有人都死了 只有他活下来的原因 至于为啥留他一命 也是用他来考验小花 是不是真的善良 如果小花没跑回来找弟弟 那他也是个失败品 也需要去死 是他的善良救了自己 还是那句话 真善美 是人类永远不能丢弃的品格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收到这 这里是萌妹电影 我们下期见